航空双雄今天股价强涨 长荣航还大涨超过3% 但开航美国航线的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在今天重炮抨击 说台湾的政府不够重视观光 竖起大拇指比赞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直飞飞机一落地 就开心地和美国职邦 洛杉矶到其对吉祥物合影 只是这趟飞行 还是没忍住土露心声 痛批台湾不够重视观光 现在大家都在发展观光业 台湾在生产部分 你就满满没有用事 你弄不过越南 你也弄不过这些东南亚国家 你除了你的台积电 你还有什么 台积电讲南京一点 你有可能随时会走 对不对 你看现在台积电的事情 变得多么政治化 直接倒破制造业总径 张国伟甚至认为 台湾观光业落后新加坡一大截 他拿出张仪机场做举例 当初新建就是参考台湾 可如今第五航下都盖好了 台湾的第三航下还遥遥无期 不止航空公司想进驻得用场的 还想按联盟分实在可笑 他认为这个是你们业者 在等一而已跟他没有关系 其实那是错误的 你如果没有规划 你再怎么样的公务员 一大多人去出差 去不关门 我看有什么批用 台湾没有量也不平均 你怎么有办法 一个特命 张国伟同时也强调 扶植航空业产值很高 可以带动旅宿餐厅 伴手里供应品的产业 而对此交通部观光局 跳出来回应 绝对没有不重视 台湾各项产业都面临国际间强烈竞争 政府得与时俱进 政策够快跟得上 才能当企业的最强后盾 东森财经新闻 张博翔燕子经 台北报导 看满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